好 全球是进入少子化的趋势了 为了要守护孕妈咪的安全 花莲市公所率全国县辖市之先 推出了孕妇乘车补助的政策 让花莲成为友善孕妇亲子的典范城市 孕妇好行 祝你好运 请启动 花莲市好运继承车在19号下午正式启动 从113年开始凡是涉及在花莲市半年以上 且持有孕妇健康手册 每位孕妈咪在同一孕期中 最高可申请乘车补助3000元 因为我反应比较慢 我那时候好像也是36周了 对 我就中人家 我自己开车 对 我觉得帮助蛮大的 因为平常产检都是老公开车 但因为开车就还要找停车我也很麻烦 对啊 然后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对 但是如果有计程车就蛮方便 因为还有补助 我要必须告诉大家 全台湾目前就六个城市在做 那是台北 新北 新竹 嘉义 高雄跟屏東 那不是省霞市 不然就是直霞市 不然它就是一个县级 但是唯一全台湾第一个县霞市在做的 是我们花莲市 我们再给嘉义市打电话 全球进入少子化的趋势 为了守护孕妈咪的安全 花莲市公所率全国县霞市之先 推出孕妇乘车补助政策 一趟最高补助200元 单日最高补助400元 那我们经过代表会的这个建议 我们做一个研理 那其实可以看得到 我们直辖市有非常多的一个 直辖市都有做这样的补助 那我们就由他们做的这个方式 我们做一个参考 然后再做一个进化 那其实也是希望说 刚刚廖医师也有说到 我们减缓一些 可能比较不富裕的一个家庭 那一些负担 那主要的是 也是像影片所说的 其实有的时候 老公可能出差 那可能他婆婆或是公公也不在 那也没有办法 在他去医院做产检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运期到后期 那可能要 产检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 那就借由这个方式 来推行我们这个孕妇好行的这个部分 花莲市公所 期望透过孕妇搭乘计乘车补助政策 换起市民对友善孕妇亲子的关注 希望大家能洗手合作 共同为花莲市打造一个 充满爱与关怀的城市 让每位孕妇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支持 安心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记者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